5月13日,由墨西哥住户总领事馆举办的墨西哥咖啡品鉴会在上海举办,活动邀请了国内多家咖啡企业与品牌商前来交流与品鉴。 据介绍,墨西哥的咖啡豆产量目前位居全球第11位,由于墨西哥地处世界咖啡豆产地环带之上,独特的气候与环境为咖啡豆提供了最适宜的种植条件。 其中,文明世界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在墨西哥占总产量的90%,活动中,现场嘉宾通过悲策的方式,品尝和认识到来自墨西哥四个咖啡豆主要产区的21种咖啡。 墨西哥住户总领事柳瑞兰表示,墨西哥与中国之间极佳的双边关系,使墨西哥得以全方卫生化双方之间的友谊与合作。 明年将迎来周末两国建交50周年纪念,希望通过这样综合性的推广活动,使中国对墨西哥有更深入的了解。